我們的臉書不見了 對 它已經變成一個沒有頭像 然後別人搜索不到 人手遺跡但打開臉書帳號 無法使用或被停權 已經超過三個禮拜 你將會被禁止使用 網紅們靠臉書與粉絲互動充人氣 近七年的小璇 臉書訊息打不開 害她工作少一半 一個月至少損失三萬元 已經有175個人受害了 然後受害的對象 幾乎都是一些網紅model 還有靠著當YouTuber的若曦娘娘 團隊一共八個人 臉書被停權後雖然救回來 但影片觀看人數 從過去1.6萬人次 產生300人次 我就上傳一張自己的大頭照 大概過24小時她就會還 可是過了兩三天 她又再封鎖 總共四次 拍起臉書出狀況一肚子火 另一位接主持工作 和展場模特兒的橘子 最不捨的就是出遊和工作照片 就是有一種 自己人生好像消失了一場段 時間的感覺 只是臉書並非第一次進行 大規模帳號清查 但網紅們不解 怎麼都是他們倒大媒 他的照片呢 被用在各個其他的一些 被盜取的帳號上面 變成臉書會無法了解說 你這個人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當臉書被停用 不外乎是使用假名 冒充他人違反社群守則 或是被人檢舉 但其實如果帳號出問題 可以提供電子信箱地址 或手機號碼 帳號全名 以及上傳個人照片或證件 來驗證身份 正在爬身 串身的這些人 我覺得大家呢 就是要 一定要特別小心跟注意 網紅們被鎖定 除了他們為了經營知名度 照片各資都設成公開 容易被盜用 加上名氣又沒有非常響亮 才會集體遇上這種狀況 介紹一下子伴侯今晚才會報導